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控制方式 想太多了 不需要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成都的奎姓楼的餐饮区 那前两次我们拍的一些 真的 我个人觉得还没有那么辣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一个成都的天花板 叫指挥石的超级工 我们来挑战一下今天成都天花板的辣 就这种店感觉特别像来吃饭的感觉 这是中辣是吗 基础辣 基础辣 眼睛放着想和你 可以吃了吗 我开动了 有一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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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基础辣是吧 鸡肉我看到有鸡肉有大肠 肥肠肥肠 还加了一些药材 这个我还能接受 这个还能接受吗 可以 我觉得我还能再挑战一下 然后 还有 那我们挑战一下天花板 来吧 来吧 现在我们来挑战一下这个 天花板的级别的辣度 挑战一下吗 来吧 真的超级香 哦 哦 这就是最辣的对吧 对 说的有点紧张 这不还在广东吗 我的芋头可能会比那个 会更辣一点 它会更稀辣多一点味 对对对 还能接受 我确定肯定还在广东 我觉得它这种辣 是很单纯的辣 不是那种辣到你很难受那种烧心的 不是 他们说这是解辣的 其实我 其实我是不需要 但是尝一下味道 哇好甜 我觉得这应该女生特别喜欢 今天我们挑战了一下这个天花板 我个人觉得辣度我还能接受 所以我希望很多网友告诉我 还有没有更辣的地方让我去挑战一下 三哥那今天你咱们没吃多少就见上了不 我见完生来的